如果我听到这个视频的话,我会召唤我,我会召唤我 我会召唤我,我会召唤我,我会召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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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召唤我,我会召唤我 大家好,我是CJ 最近我看了这条视频过后,我想请问一下 这位旁边的女士是谁? 为什么她看起来比声称是行优母的亲妈还要愤怒? 是自己家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高高在上的样子? 在一旁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呢? 那如果您真的是行优母的亲生母亲 为什么在自己孩子遭遇困难的时候 被丈夫家暴的时候,您都没有出现呢? 那当自己的孩子事业有成,直播赚很多钱的时候 您突然在网上向全国宣布您是行优母的亲生母亲 然后呢,还在网上诽谤自己的孩子 你们见过哪一个当妈的会在网上诽谤自己的孩子? 或者丈夫,或者其他人呢? 那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最让我搞不懂的一件事就是旁边的这位女士 请问你的职业是编辑吗? 因为通过这个直播啊 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 除非她是背后受人指使 其实啊,在行优母的左边胸口处的纹身 我们足以看出她内心深处对家庭的渴望 反映了她对完整家庭的强烈向往 这种渴望呢,可能来自于她原生的家庭 使她更加的去珍惜家庭的温暖 在她前一段婚姻生活中呢,行优母虽然 夫妻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婆媳关系 建立的非常的和谐 这也能凸显出她对家庭关系的重视 那通过行优母的这段经历呢 可以反映出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 面临的家庭问题 其次呢,无论是公众人物 还是从对孩子影响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都会给行优母的家庭 产生间接的影响 那最后,尽管她的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难 但是她选择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这种正面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赞扬和学习的 她的经历也提醒着我们 即使面对困难也要努力的追求幸福和家庭的和谐 好,那我say it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哦